我其實跟廣東的淵源很深啊 就是說我第一次到內地來宣傳的時候 那是在93年的時候 我參加廣東衛視的一檔 那個春節跨年的晚會 然後很有趣的就是 我當年就住在那個花園酒店 然後這一次也是住花園酒店 那已經是30年前的事情了 我心裡面百感交集 然後昨天晚上我說 我要吃它的亭仔粥 它亭仔粥很有名嘛 結果它沒了 所以我想說今天看能不能再吃到 這樣 不太會 就是說我現在因為都不懂嘛 我也不知道彈幕該發什麼 我只是看一看 我常常就是看它 比方說YYDS啊 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就趕快上百度去查一下 這是什麼意思 想辦法去了解一下 他們的一些思維 跟他們一些想法 我自己覺得就是說 別人翻上我的歌 其實我都覺得挺開心的 最近我那個同事給我看 那個時代少年團翻唱我的黃昏嘛 挺有趣的 加入了RAP 然後加入電影 有嘻哈的元素在裡面 我覺得很好很有意思 然後如果我要發彈幕的話 我可能只會發什麼讚啊 棒啊 這種簡單的 太難了 我不會 我自己啊 這很難 很難投耶 但我其實我自己個人 比較喜歡的是 《關不上的窗》 這首歌是我 比較得意的作品 《關不上的窗》這首歌呢 它其實是一個三拍子 然後把它做成像四拍子的歌 然後大家聽的時候 不覺得很怪 那我就覺得心裡面就很爽 就覺得 我加入了一點 我想要加進去的東西 這樣子 比他快留來 承認 大陸 第二 안 就這樣 컨 個 風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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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